耶稣基督是西元30年左右生活于今日巴勒斯坦一带的历史人物 接受施习者约翰·希里并且被罗马人定死寻到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是真实存在 且对人类历史造成深野影响等看法 目前已经成为学界共识 研究古代历史的学者 不论是否基督徒都同意这些观点 认为耶稣基督不存在 或者和圣经里的那个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看法 也是已经被学界淘汰的理论 北卡罗奈纳大学教堂上分校有一个研究 比较宗教学的教授巴特伊尔曼 他本人其实不是基督教徒 而是不可知论者 他曾这样指出 耶稣当然是史学人物 几乎所有构格的古代史学者 不论是否基督徒都是认同这一点的 英兰教会的牧师与圣经学者 理查德伯里奇则说 有些人主张耶稣基督是教会虚构的人物 耶稣未曾存在过 对此我必须说 我没听过有任何值得尊重 且持批诞观点的学者 依旧有这样的主张 按照基督教的信仰 耶稣为三位一体的神的位格之一 成为圣子或上帝之子 为了将人类从最终拯救出来 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为赎罪挽回祭成为 旧约撒加利亚书中所预言的弥赛亚 也就是受高者神所高的君王和大祭司 在公元元年载的罗马帝国犹太行长 同神内玛利亚受圣灵感愿生下耶稣 在人世间的父亲为犹太人约瑟 青少年时代曾经做过木匠 他三十岁开始传道 宣扬爱神和爱人的福音 信他的人会永远不死 传道三年半 他被犹太祭司盖亚法控告 公会将他送往罗马总督 本丢比拉多的总督府 经审判被判夺死刑 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因着神的恩为众人尝了死味 因为受死殉道的苦 就得了珍贵荣耀为冠冕 三天以后复活显现给他的门徒 看有四十天之久 然后升天坐在天府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就要信他的人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耶稣有好几次说到 我是 我是生命的梁 我是世上的光 我是好牧人 我是羊的门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是生命 我就是复活 我是真葡萄树 此处的我是 与耶和华这个名字 有密集的关系 基督教认为这是一种暗语 表明耶稣就是耶和华 也就是神 嗯